疫情持续在我国四年,最近行动管制令继续延长,已经严重打击各个经济领域,也导致许多人失业,经济受打击,影响的不只是企业、商家、其涟漪,甚至延伸,严重影响许多的家庭。 行动管制让所有人都宅在家,男人在家难免与太太,孩子冲突的机会多了。 孩子居家学习,夫妇居家工作,再应付老板的要求之余,还要肯定孩子献上上课专心。 如果又碰到事业,生意受打击,将会是雪上加霜,近乎崩溃。 7月份,五级阿曼刑事调查局公布我国自杀率创21年来新高,平均每天有三人自询短见。 中年男性自杀率开始攀升,男人的心理健康更是我们急需关注的议题。 请问在您家中的男性、丈夫、爸爸或父亲角色,他们还好吗? 当我们提到前线人员时,脑海中出现的就是医护人员、警队、消防部队。 货餐饮业者,甚至是天天埋头苦干的送餐、快递人员。 其实对于每一个家庭、孩子来说,爸爸是永远的前线人员。 马来西亚好爸爸协会,沿同几家服务家庭机构,联合组成马来西亚守护家庭联盟。 一起策动第二届中文复职论坛,将此次大会主题定为 爸爸永远的前线人员一同关心男性、爸爸们的心灵世界, 让我们一起学习,探讨如何给予爸爸们最大的支援与鼓励。 爸爸一定要撑住哦! 今年8月6至8日,敬请留守我们的面书直播。 邀请您与我们一同守护爸爸与家庭。 活动无需报名,如果希望能够多获取有关复职或爸爸角色的资讯, 欢迎扫二维码加入关注爸爸角色的群组。 此刻加入还可获得马逼100级工作坊的回扣券。